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对于未来 我一直有我自己的规划 可她却从不配合 也许她没想真的和我有未来吧 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还应不应该继续相信她了 有请 这对情侣有请 李先生22岁来自河南平面设计 有请小李 魏女是23岁来自天津平面设计 有请小魏有请 欢迎老魏 现在在天津生活 谈了多久 一年半 我俩是大学同学 那大学不是四年的吗 你们咋就谈了一年半呢 就在一起的时间晚一点 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女生已经开始产生了很多的怀疑 主要就是 我觉得她一直在骗我 两件事吧 主要是 我俩就是在一起之前 我就问过她跟她前女友的关系 然后会不会复合呀什么的 她都特别明确跟我说 就完全断干净了 结果我俩在一起之后 就发现她俩偶断思连 被弟弟偷偷联系 其实我们分手以后就已经断干净了 后来是为什么她给我发消息 是我在朋友圈 我公开我们两个关系之后 官宣 对 然后她过来找我 我还聊天记录都给她看 她都知道这种事 男人多坦扯都给你看了 你怎么还不信任呢 不是 她就是被弟弟私底下偷偷联系 而且我觉得就是那个 根本不是普通短信 就是那种暧昧短信 问什么 你和女朋友啊 关系怎么样啊 是不是没有我俩之前 在一起关系好啊之类的话 发那个她俩之前一起出去玩的照片 然后那个女生后来还加我了呢 上来就给我发一些什么 你和你对象现在关系怎么样啊 好不好啊 我特别生气 我就不知道她这是什么意思 宣誓主权吗这是 不是 她怎么会有她的微信号 我不太清楚 可能是当时 就是我的一些其他平台上面 有她的那个踪迹吧 那这个她的前女友 除了在你的社交账户上找你 还做了什么 还有找她朋友 然后她朋友也是 不向着我说话 再聪合她俩在一起 然后我问她 这你咋知道 就是我看她那个 她俩聊天嘛 聊天消息 然后我问她 她还包庇她朋友 我就特别说 那把我放在眼里嘛 我朋友因为他们都老家那边嘛 就是都认识大家 不是 你这玩意儿给她看干什么呀 她想看 而且就是我朋友跟我说嘛 那你就跟朋友怎么回答的呀 我有女朋友 这个事你就别管了 说了吗 说了 那不就行了 那说了不就行了吗 她的态度不就在这儿了吗 但是她朋友就是那边 就向着她前女友说话 说明她前女友这人缘不错 但是她不喜欢嘛 这就差不多了吧前女友 还有 她前女友还找她父母去了 然后她父母还撮合她俩在一起 给她打电话时我也听见了 就是吹她耳边方 让她回去发展 然后在老家娶妻生子 人家是说让儿子回去 没说让儿子一定跟那个女的对吧 有 那个女生就是认识她父母 还跟她父母有联系呢 这是你联想的吧 还是她父母就叫出了那个女生的名字 我就是认识 因为他们都在他们老家那边 她纯粹她就是想破坏我们两个感情 我就跟她说好多次 不要理她 不要理她 越理她越变本加厉 她就非得理 我也没办法 到时候我父母吧 一直想让我回去 她就估计就是看中这个 又来这儿搞破坏 那我也没办法 我觉得她就是做的事情不到位 她永远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态度 所以才导致她俩能四点偷偷联系 你这不是骗我是什么 怎么就骗你了 而且你还让我把我朋友杀了 你觉得你做的事合适吗 那你朋友不向上我 而且她就是不会做事 她朋友的意见 她爸妈的意见 这都没关系 包括她前女友的态度 我觉得都没关系 我有几个问题特别想问你 如果是大一你们俩交的朋友 这件事我觉得还好理解 这个女生对我余情未了 对吧 高中的女生吗 你到了大一 如果你们俩谈恋爱 我可以理解 但是爱你的描述是你官宣了之后 也就是你跟这个女生分手 至少两年半之后 这个女生还在纠葛你吗 不算是纠葛 因为我为什么觉得是在破坏我们俩感情呢 她为什么要破坏你们俩的感情 是当时我们分手的时候 是因为她在她朋友圈 发了她和另一个男的照片 然后我看见这个了 我去问她 后来就因为这个事 我其实不关心这个 我就关心她为什么当你官宣的时候 她来给你纠缠和纠结 我也不太清楚 就感觉她是觉得我之前没有挽留她 她现在觉得不情不愿怎么样 或者说 我之所以在这跟你就这个事掰迟半天 我不好奇也不是想挑拨你们 我是想跟你说 你现在的女朋友有这样的质疑 希望你能理解 因为这件事的蹊跷挺多的 作为任何一个成年人都会想到这么多 因为时间跨度很长 两年半的时间 当我出来官宣的时候 这个女生突然跳出来了 难免会让我们所有的人浮想连篇 觉得好像确实还暗通勾去 这事我们就放在这儿 好不好 除了这个你以为她欺骗之外 还有别的事情吗 还有 我俩之前就是计划特别好 一毕业我们俩先去那个超一线城市 发展发展 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俩以后生活 都有个保证 然后能做个挺好的铺垫 但是现在真正到了该实情的时候 她又犹豫了 她的计划太长远了 我觉得就是很难实现 那你觉得难实现 你当时为什么要答应我 不是就毕业去哪工作啊 就是我想去北京上海这种城市 去呗 但是她就是觉得那边压力大 但是我就觉得她现在就是没有压力 所以拦拦散散的样子 因为我们刚毕业 我觉得我们什么也没有 没有积累也没有工作经验 而且也没有积蓄 现在如果直接去北京上海这种超一线的话 我觉得到那边生活 还不一定有现在在天津生活的好呢 但是你现在工作状态完全不对 三天打云两项上网 不是 你为什么一定要她去那些城市 在每个城市都有年轻人发展的机会和机遇啊 因为她家长不同意 但我家长也不同意 我是天津的嘛 然后我家长还想让我就找个天津人 然后结婚生孩子 天津姑娘很少外嫁嘛 对 然后踏实 然后也不用跟着她受苦 因为她什么都没有嘛在这边 我就想就是去那种大城市 然后我俩一起努力 然后一起向父母证明我们 然后也证明我的眼光 然后再锻炼锻炼她的能力 在那边发展好了 我们再回来发展也一样啊 也会更好呀 我觉得我想的没有问题啊 所以女生是试图通过让男生的上进 让她的父母看到 但是我确实有努力 现在好多 因为好多原因嘛 我根本公司都去不了 我也没有办法 对 她说什么玩游戏 我觉得平时工作压力那么大 她平时也去刷刷视频 我玩个游戏不是也很正常吗 她就非得就说不能玩游戏啊 怎么怎么样 就是我平时早上起来吧 第一件事给她准备早餐 然后倒好水 我就得开始去工作了 然后中午又得给她做饭 中间可能就是有的时候 我会去玩会儿游戏 然后那会儿她就特别生气 我可不可以解释为你承担了所有的家务 对 就是所有家务都是我做的 但是我觉得她能被生活琐事 产生就是她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 我就是觉得她天天就是太闲了 所以我才想把生活压力给她 她在家里有这种办公的方式啊 但是她就是没有把所有的全新注意力 都放在工作上 那她要都所有都用了 谁给您做早餐呢 谁给您早上倒水啊 主要我觉得就是 谁伺候您啊 姑娘 对 有一次 我刚坐那儿开始画图 她就说渴了要喝水 她那个水杯就在她右手边 她不自己倒一下 非得让我去倒 我跟她倒完了 回去坐那儿就去画图吧 过了一会儿又喊饿了 我又下楼买菜去给她做饭 就这样我就根本没办法去兼顾这两个 她说的是事实吗 是事实 不是在家里办公怎么就工作不上机 就是她一个一天工作八小时也行 可是她在家一天也就工作四个小时 是 我不是还得做饭呢吗 你是不是有点看不上这小子 有一点吧 你觉得她没什么上运心 有一点 那个她会嫌弃你挣得少什么的吗 就平时还好吧 因为她有个事就是 她平时就吃水果呀什么的嘛 她不吃那种超市的菜市场的 她只吃那个进口的水果 我这个工资我也不怎么高 但是每次我也都跟她买 我觉得我也在通过这些小事努力嘛 有压力是吧 有压力 我们两个平时 就比如说早餐 她绝对要喝那种不甜的豆浆 晚上出去吃 也不吃那种路边上的 就是各种的她都不吃 但我觉得很正常呀 对我们这个健康都是有关系的嘛 我有次晚上工作特别晚回去 然后晚上她就垫不了一口 可能是那天没吃饱吧 就是大半夜就晃悠我 把我晃悠起来 她说饿了饿了 那会儿我一看表 凌晨三点多 给我气的 我第二天八点我还得去工作 还得上班 然后把你摇起来干嘛呢 她说饿了要吃东西 因为她晚上没吃饱 那你给她做了吗 我下楼就给她买了 然后我就是完全按照她上面的要求 要求她的 可是她现在做不到 我觉得她就是在骗我 你写的啊兄弟 我写的 你读还是我读啊 我自己读吧 不许让女朋友生气着急 不开心时第一时间哄她 爱护女朋友时刻关心她的情绪 女朋友要什么都要尽力满足她 不许对女朋友说不 她的话无条件服从 要和女朋友一起好好规划未来 一起努力 不许敷衍她 保证做到抓住每一个工作机会 三年买车 五年攒个小首付 十年之内必须把你娶回家 要照顾好女朋友 记住她所有小习惯 再忙都不可以冷落她 她需要我的时候 要第一时间出现 不让女朋友跟着我吃苦 所有家里家外的琐事 都有我来解决 不让她过分操心 不和陌生异性搭话 不和认识的异性 有过分的交集 所有的女朋友说 禁止来往的关系 都要听从 绝不反驳 其他事宜 只要是女朋友提出 并加以补充 我无权反对 坚决拥护女朋友的领导地位 自愿写的 自愿写的 她写这个你就真信啊 我当时就是信了 但是我现在 她所有说的 几乎都没有做到 所以我觉得 她就是在画大饼 就在骗我 所以你现在失落了 对 那当你看到 这份保证书的时候 除了开心之外 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吧 我就觉得 她当时人也挺踏实的 所以悲剧就在这 她信了 累不累 累 还想娶吗 想 娶了之后 能做到 不凶她吗 我觉得 娶了之后 能做到 早上要买早餐 你现在才是 365加个 170几天 对吧 未来是一辈子 可能是365乘以10 能做到吗 每天的早餐 端到手里 不管你在做什么 只要它渴了 要把水杯送到手里 你做得到吗 夜里三点会摇醒 你说我饿了 你就得去觅食 就这三件事 你能做得到吗 我能做到 因为我都做过 我还能做到 你的生活 有什么 也不能吃 你必须 我能做到 我本来可以 终于 我 Fields 只是 我 做我的 你 grâ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效的保证书也会自愿的去写 如果保证书的内容你全部能做到 你是世界第一大情圣 谁做得到 这么面面俱到 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对你的爱 但为什么 他得不到你的感动 你的期望值实在太高了 当然他的期望值也是你造成的 你给了他太多太多的希望和梦想 在生活当中 保证书当中哪怕两条 前面不承诺 后面你做到了 他依然会感动 依然会惊喜啊 我们不能说为了得到一个女生 我们就无限的给他 美好的大饼 男人要有自我 男人要有自尊 能做到的我承诺 承诺了顶天立地 无论如何 兑现自己的承诺 但是你的很多承诺 力不从心 但是你呢 难道 不应该多体谅他一点 理解他一点 不能感受到他对你的那一份爱吗 他除了前女友这一幕以外 请问 他情感忠诚吗 忠诚 因为他喜欢你啊 所以女生我一句话 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 爱一个人 也要体谅一个人 明白吗 我就想问一下 这份东西是你逼他写的 还是他自己主动写的 就是他自己写的 他用这份东西 已经把你摆在了 所有爱他的人的敌对面 所有爱他的人 都会视你为仇寇 你就是个孤家寡人 孩子啊 用心挺深啊 你跟你那前女友是怎么回事 我就不说了 在你主动写这份东西的时候 你的信誉 已经被你自己砸碎了 你做不到 你今天就算做到了80% 十年以后 你做不到 你手里那份东西不是誓言 是谎言 然后我 我坐在这 我一直都在想啊 姑娘你记着啊 哪怕眼下是心甘情愿的谦卑 有一天这个谦卑必会反噬 你希望他以后变得强大吗 希望 当他变得强大以后 你的苛刻一如既往 他会不会从别的地方找属于他的温柔 那些女人可能原本是平平无奇的 但是他感受了你的苛刻 已经感受了三年五年的时候 那些女人在他眼里 只要有点温柔 就会美丽四射你信吗 那一天他强大了 他强大了以后 他就会变成一个坑 这个坑是你配合他一起挖给你的 那一天我跟你说啊 他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 继续保持对你那种虚假的谦卑 同时暗度陈仓 去享受你视线之外 专属于他的温柔 这是一种选择 或者他就把这件事 这个坑跟你摆在桌面上 从今儿起该守的规矩守起来 要不然的话 你淋淋清楚 你已经被我这样培训了三五年 你觉得以您这样的生活要求和享受生活的态度 还有哪个男人受得了你 除了我给你一份虚假的周到之外 你已经被我养成了个废物 想吃就得吃 想花就得有的废物 这个时候或者你淋淋清楚 在你的 在咱们之间的关系里 重新摆正你的位置 请注意在外面 装看不见 不然的话 就是他有可能让你变成一个 完全在享受当中沉沦下去的废物 这份谦卑的反噬两种可能 还有 你希望他强大是吧 他有一天就没有强大起来 他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人 那么你去想这个坑会什么样子 你将终生对他不满意 那时候你在他眼里就变成一个债权人 你知道吗 你今儿又没做到 你欠我的 明儿又没做到 你欠我的 你的诺言你永远实现不了 这时候外头自有一个人 我觉得你挺好的 那个时候 外面那个人瞬间光芒四射 而你 而他决定离开你 或者开始亏待你那天 记着没人帮你 为什么 所有爱他的人 都视你为仇寇 想想自己将来的日子 人为什么会被骗 为什么会上当 女生一上来就说他骗我 从感情上 从生活上 对吧 为什么呀 就一个字 他 你说你 一直在说他不上劲 对吧 你上劲吗 你能吃苦吗 你说要带他一起 我们去超一线的城市去拼搏 你拼了吗 你要去吃进口的水果 日常三餐当中 不吃这不吃那 既想着梦寐以求的那样的生活 但是又不想付出努力 不想让自己吃苦 在家里坐着一个饭来张嘴 然后一来伸手的那么一个人 美情名曰 我很奋斗 但是那个背负着 与你双倍劳动力的 这样的一个人 双倍压力的人 他要又工作 要伺候你 你能吃苦吗 你上劲吗 你要真是上劲的话 就请你自己去北京或上海 自己看看在这个大城市里面 你能不能吃到进口的水果 靠自己的工资 靠自己的努力 而不是他 你最大的谎言就是那个保证书 你真是很了解他呀 投其所好 你的前女友绝对不会在 两年多的沉寂日之后 莫名其妙来找你 就是因为你颁布了你的苦 给你身边所有的人都知道 为什么你的女朋友 一找你的朋友 一找你的父母 他们都同意了呢 因为他们都知道你的苦 为什么要搭这个人设 为什么把自己做得这么的 所谓完美的男朋友 因为你心里虚然 你知道你养不起他 甚至于你知道你配不起他 你只能通过欺骗 因为你了解他 你知道他就是这样 享受自己 享受你的劳动力 就是这样 所以说你在欺骗他 或者说你在欺骗自己 你没有能力达到 他想要的那种生活的样子 所以你用了一系列的方式 你甚至于 让这个女朋友 前女友的介入 来让他有一种危机感 你要不要我的话 你不珍惜我的话 真是有人样哦 甚至于制造舆论 看大家都不认可你 就我爱你 我多伟大 我多爱你 我为你付出了一切 你就是想让他留在你身边 那个所谓的承诺书 能够兑现几条一步的 所以兄弟 如果真的爱这个女人 不要用谎言 用自己的实力 真的不能去北京的话 就不要答应 真的去努力 说我看不过你现在的行为 那你就要说出来 这才像一个男人 这样他才能真正地 认清你 并且爱上你 我在生活中还真是有朋友 是像他们这个样子 男孩子啊 就是自己的女朋友 特别的优秀 然后呢 男孩子在女朋友面前 就要啥给啥 没想到的 他也会主动去弄 每天忙着四脚 就跟个陀螺一样 滴溜溜的乱转 都不带歇的 我们都觉得 这样的男孩子 是最没有问题的 然而那个前女友 阴魂不散 后来直到有一天 就是这个女孩子 来找到我 跟我说 发现每天早上 她在开车 出去上班的时候 都在跟前女友通电话 然后这个女孩就疯了 她说她明明每天 都那样地向我服务 每天那么痴迷于我 她还会动不动 看着我痴痴地说 你真好看 你真美 以及好像满脑子 满眼都是我 24小时都恨不得 给我发消息 看到个水果 都会想到我 都是类似的 然而她却可以 在开车的时候 跟前女友通电话 后来我也问那男生 我说你跟前女友 都聊什么 没聊什么呀 就问问啊 前女友有什么需要我的 她可以那个 向我请教 我前女友是个 很幼稚的人 我前女友能力不强 我前女友 她养的那个狗 她都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她女朋友说了一个 她说明明我看到的 都是你打给前女友 后来为什么呢 终于搞清楚了 是因为你 就是像你这样的女生 是她的梦想 她想抓住的 因此不惜低下头去 不惜做出各种努力 谦卑的也要抓住的 那一个像梦一样的东西 她可以把自己的骄傲 都碾碎了 踩在脚底下 而前女友却是什么 她看到前女友的 谦卑的时候 就成全了她的骄傲 她自己栽掉的自尊 可以在前女友那找回来 所以她的前女友 才会在她的怂恿下 或者是她默默地怂恿下 去找妈 找爸 找同学 找出各种人设 来跟你斗 而前女友做的努力越多 她心里头那个平衡感越强 就是我在这个女人面前 缺失的东西 在那个女人面前 找补回来了 并同时在你这儿 原本她已经毫无魅力 失去价值 你看她就生气 因为她只剩下了 该死的温柔 这个男孩子 当初还贪她 可能还有一丝机会 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但没有想到 她还是这个样子 你已经好烦她了 但是前女友出现了 假想敌一来 她又有魅力了 你就看着那一个前女友 你就在想 她还是个不错的男人 不然不会让另一个女人 如此痴狂 上当了姑娘 这不是一个老实人 她未来真的是会像 雷鸣老师说的那样 会给你挖一个巨大的坑 当有一天 你不能够满足 她的那一个梦想的时候 或者有更好的梦想 出现的时候 她会去追逐那个梦想 而你有可能就会变成 那个弥补她的平衡感的 前女友 看看那个女孩 就知道自己的未来 分手 我不知道女生 哪来的那么多的骄傲 她们就要求男人 这样对她们 她们才觉得 那是爱 所以反问一句 真的那样对你 是爱吗 在这个现场 四位老师 已经把真相揭开了 剩下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让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我们在一起已经一年半了 随着时间流逝 我觉得真的能看清一个人 你以前对我的好 对我所做的事情 我都能记在心里 我能感受得到 我就希望 你能变得真诚一点 能跟我一起 往下努力 能一起重新 我们制定目标 重新计划 我也会做出改变的 但是我也希望 你真正正能 做到你所说的 我才能继续考虑 我爱你 之前所为你做的一切 也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但是那个保证书 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我觉得我以后 应该拿出更多的真诚 来对待咱们两个的感情 但是现在我觉得 咱们两个应该各退一步 我会做出改变的 希望你能相信我 看你的表现吧 看你表现吧 不轻诺故我不负人 不重诺故人不负我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是02-2360-6302 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咨询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 火红兄预测一下结果 可能两个人都会出来 我也认为都会出来 难出女不出吧 不可能 所以双出 来 看结局 请开门 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虽然之前对你做的承诺有些过于欺骗的成分 但是我以后也是还会对你好的 我相信你会有所改变吧 谢谢两位啊 请亮哥 请回吧 谢谢叔叔 谢谢 让他们去生活里面去实践嘛 让他们去碰壁嘛 老师们该说的都已经说到了 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如果你们有爱 我们祝你们在爱里成长 如果你们没有学会如何去爱 我们祝你们在这段情感关系当中 学会如何去爱别人和爱自己 最后呢 就是愿你们开心而健康地成长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都说异地念很艰难 我们也是这样 打电话的时候 她经常敷衍我 让我觉得她拼不在乎我 本以为结束一滴会变得不一样 可在一起之后 她对我却坑不上心呢 也变得没有上进心 我觉得自己不像她女朋友 却像是她的妈妈一样 觉得这样的生活好累 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燕22岁 来自湖南学生 有请 小鹏23岁 来自广东学生 有请 欢迎两位啊 应该是高中同学对吧 是的 怎么一个广东一个湖南呢 因为我其实虽然是广东的 但是我从小是在湖南那边长大的 高中的时候好像就有情愫是吧 什么时候说开的呀 毕业那会儿 所以你们的这个恋爱基本是异地恋 对吧 是的 她总是因为一些小事 老是无理寻闹 老是吵架 然后还特别难哄的那种 弄得我自己心里也很累嘛 然后现在大四了 本来结束异地了 就老是无理寻闹 就说上次吧 我跟社友去吃个火锅 然后她又开始生气 然后导致我火锅也没吃成 在厕所里我跟她吵架吵了两个小时 本来她约定的是跟我视频一起吃饭 然后她就出去了 然后打电话她也不回 发信息她也不回 然后我肯定生气啊 那这个事情也是突然发生的呀 又不是我提前预知的 然后我之前也跟你说 我去吃火锅了吧 谁还没有没看手机的时候啊 当时我的社友全在吃火锅 我就一个人在厕所里面 闻着厕所的味道跟你打电话 然后跟你吵了那么久 你还哄不好 先休止一下啊 你们谈了有四年是吧 是的 云吃饭 失约了 失约就失约嘛 女生不依不饶 所以男生觉得很累 来 女生 你也说说吧 你跟她谈你的苦门在哪 我觉得她压根就没有 把我的花放在心上 在一起四年了快 从来不给我买花 然后我就一直叨叨 一直叨叨 后面在街上逛街的时候 发现九块九的满天心 才给我买 完了还说 之前不给你买花 是因为花太贵了 就舍不得给我花钱 我是不愿意给你花钱吗 我只是觉得花本身 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滑而不实的东西 我想跟你省点钱 我以后更好的时候打算不对吗 我这种生活方式有问题吗 那怎么能说我不在乎你呢 你要在乎我 你就会舍得花 你每次都用这一套忽悠我 而且包呢 以前吵架的时候 让他给我买个包 哄哄我 好家伙 他怎么说的 他说等打折了再买 你打折了我生气 我都过了 那个包 那我自己都答应了 给你买了 我也给你买了吧 只是说十几天 我已经给你买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你买是买了 可那时候我生气啊 我在乎的一定是那个包 是那束花吗 我是想着你当时在乎我 你有把我的花放心上 我放心上了呀 所以我才答应给你买的呀 我要是没把你放心上 我怎么会给你买 那每次约会是自助餐呢 我跟你说 每次约会的时候 就是吃自助餐 自助怎么不也挺好的 不是 他自助的话 你六十往上走 他就不让你去了 我这个好奇地问一句行吗 你们俩是异地对吧 是的 你们俩这异地有多远啊 我在河南郑州 你呢 我在湖南长沙 从长沙到郑州要多久啊 高铁的话四个小时 然后普通火车的话 大概就是八九个小时 一张高铁票多少钱啊 四百块钱 在你们异地恋的时候 多久见一次面啊 一个月 是谁去看谁啊 一般来说都是我去看他 然后那就可以说 一个月要 在路费上面要花八百 没错吧 是的 你一个月生活费是多少 我一个月生活费是一千五 那就说有八百块钱 至少要用在路上 是这意思吧 是的 理解的对吧 对 行了呀 那七百块钱 他是得买九块九的花啊 他是得吃几十块钱 以下的火锅 没毛病啊 这小朋友 那我也有加入啊 他每次车位如果不够啊 或者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我自己也会掏钱呀 行行行 反正你都是有道理的 女生至少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 就是你对恋爱的那种需求还是挺高的 对吧 渴望被照顾 对吧 渴望包治百病 行 还有啥呀 我再听听 他每次跟朋友出去玩 反正我就是在后面当跟班了 我在后面消失了 他都不知道 然后就比如说有一次吧 他朋友来长沙 然后找他看电影 他直接完全没管我的意见 因为当时已经很晚了 他直接答应说 我们去看电影吧 然后就直接喊我出去 我没办法呀 我只能跟着呀 然后到了电影院 他们俩坐前面一排 让我一个人坐后面一排 我们是情侣 然后我当时给我的感觉 就是他哪里在乎过我 他朋友才是他男朋友的感觉 真的 那是个男性朋友 那是个女生 吓吓我一跳 对啊 就是个女生 你也觉得不习惯是吧 我好朋友 好不容易来一次 然后而且当时 买票的时候 就只有那几张票了 那我总不可能让他 一个女生在后面吧 他好不容易来跟我玩一次 那你整场电影两个小时 你有一次回头看吗 我一个人在后面看着你们俩 我感觉我像个吃狗娘的 那时候看电影深入了 那你也不能怪我吧 那这样的事还少吗 只要你有个朋友来长沙 然后你就直接说 来我们这儿睡吧 我让我男朋友睡客厅 然后你就睡了我的房间 然后让他睡你的房间 结果我一个人睡地板 你这件事情有问过我吗 你在乎过我吗 也不是让你睡地板吗 我好歹给你铺了东西吧 而且一个女生 你何必要跟人家斤斤计较呢 那么晚了去住宾馆 安全吗 我没有跟她斤斤计较啊 那首先 你问过我的意见吗 还有 你这样的朋友还少吗 你每次来一个朋友就睡一次 来一个朋友就睡一次 那你把我放在哪里 听明白了 生活的琐碎让男生觉得状态不好 可能听女生的这个感受 这个恋爱谈得也比较辛苦 是吧 我觉得他特别的优质 不成熟 你看朋友的事也是这样子 而且之前过年的时候 就因为我跟邻居家的小朋友 玩几把游戏 然后他就跟我生气 闹分手闹了一个多月 什么叫做我不成熟 我在乎的是玩游戏这回事吗 你没跟我说对吧 然后我看你的记录 然后只能看到那是个男的 你自己玩游戏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你你不接发消息 你不回 然后玩完游戏过来跟我说了 那我能不生气吗 哎 你们是怎么看 是男的玩还是女的玩的 就游戏里面能看到那个人的ID 然后能看到性别 可是后来我给你发信息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 你老是在那里生气生气生气 我这真是有什么好生气的 那这不是考验的是你一个态度吗 起码最开始我误会的时候 你应该跟我解释吧 那时候正新年嘛 我本来就有一点气 别人都男朋友发红包啊 送礼物啥的 他都好啥也没有 他发的那几百条信息 全是无效信息 全是在那发现自己的愤怒 那谁想听呢 说什么呀 他说什么 你跟别人去玩游戏 那你以后全跟别人去玩吧 什么什么的 那我当时生气 我不应该发这些吗 你发现不满 我觉得几句话就够了对吧 能发几百条吗 有这么夸张吗 发了很多 真的超级多 对他反正看到了就不回 看到了就不回 然后我不就一直发吗 电话打给他 他一听我的声音挂掉 然后拉黑 然后我妈电话也被他拉黑 然后当天就整个晚上 我没有一种方式可以联系到他 这游戏打了多久啊 闹这么大的事 没打多久 就一两个小时 后面自己干嘛呢 后面七天我没理他 然后后面跟他道歉了 道歉他干嘛 哎我不理你了 我跟朋友打游戏去 那首先你前面七天 一句消息都没理我 还把我全部拉黑了 那我后面能给你好脸色看吗 那我之后去玩游戏 还不是因为你每次玩游戏 你老是管着我 我们本来因为游戏 这个矛盾就多是吧 然后游戏这时候 你说的是 如果以后你玩游戏 你就会跟我说 我说OK了 你再去玩吧 当时我在上课 我没看见信息啊 然后我看到 哎一回来看到你又在玩游戏 我肯定生气啊 是不全世界都得等着你啊 我不可能等你 两个小时之后下课 才回我消息 我再玩吧 就玩两个小时 你至于吗 你确定你只玩了两个小时吗 主持人我跟你说 我有证据 这东西可以截除的 你看那后面晚上还玩了 3月31号11点12 然后后面 凌晨4点还在那里玩 玩到晚上7点 玩到凌晨7点 然后我7点 那天清明节 我正好要过来了 过来了 然后他也没来接我 自己玩游戏 玩了4个小时 游戏都没来接我 睡着了 睡过头了 我之前因为游戏 我还发过小红数 那别人评论你就听别人的吗 那我说你怎么不听我的呢 一个陌生人说一句 你就觉得 我们只适合谈恋爱 不适合结婚 就这样的吗 你宁肯听 一个陌生人都不肯听我的 而且我也没玩那么久吧 小红数上里面 什么都不记 就记我的黑 我们自己的路 我们自己走吗 你一定要听别人的吗 这别人的事 咱们可以先放在一边 我有个问题很好奇啊 就是看完那个截图之后 挺震惊的 实际上面是打了一通宵的游戏 他是特别喜欢打游戏 我感觉他就是游戏成瘾了 就刚开始的时候 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子 第一次约会 那男生给女生 是不是要留一个好印象 他带我去看电影 然后看电影的时候 本来也得买点什么东西吧 然后我那些东西 电影票 奶茶 爆米花什么 全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干的 你知道他在干嘛 他坐在那椅子上面玩游戏 那第一次约会啊 大哥 那是我以前啊 当时在一起又不久 我当时肯定就那个心态啊 第一次谈女朋友 没什么纪念嘛 那我实际上玩游戏 玩的次数也不多不是吗 你玩的游戏已经不少了 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矛盾 你自己想想吧 我就来一句话啊 是谈恋爱有意思 还是打游戏有意思 说实话 你看 他还跟他犹豫 这个没有可比性 一个是一种爱好 一种放松的方式 一个是 就哪个对你吸引力更大 谈恋爱吧 我感觉是谈恋爱 好不是吧 肯定是打游戏啊 沉浸式啊 哪个更让你沉浸呢 可能就是说 谈恋爱的状态下 然后他老是太强势了 给我压力 然后我才会去 觉得 就是打游戏是个逃避 对 行 听懂了 今年大四对吧 是的 下一步怎么打算啊 我们已经考研考了一次了 但是 怎么样 结果 失败了呀 因为他老是玩游戏 你考研失败了 对 跟他有啥关系 我们俩一起 当时我们不是合租了一个房子吗 就是合租的房子 然后就约着一起考研 一起去图书馆嘛 然后他每天起又起不来 还要打游戏 搞得我自己也被影响了 是这样吧 我其实还是蛮努力的 只是有时候的确学的心烦了 我才会玩游戏放松一下 因为有时候的确有压力嘛 然后越到后面 反而就是他时间越来越紧 然后我意识到自己 可能考不上了 意识到我们俩可能都考不上了 然后我才 放弃 后来的那个心态有点变化 然后就接近于放弃的那种心态 行吧 那就想问问嘛 下一步怎么打算嘛 再继续考嘛 我们想再继续考 可是他一直在摇摆不定 你考你的就是了 你管他呢 为什么考研 我考研就是为了 我们两个能上同一个大学 因为之前异地三年 已经很累了 就想考一个同一个大学 然后考研嘛 也有更多的上升的机会一点 男生想考吗 我还好 因为我上次也蛮有遗憾的 因为没考上嘛 也考是吧 对 还想接着谈吗 想 然后就是有些方面 我觉得他还是要改变一下 因为这样的生活状态 别说考研了 其实天天吵在天天吵在 所以你们在就是在一起 大概有多长时间 我指的是没有物理距离的在一起 快一年了 所以在一起的时候 争吵会特别多对吗 对也是因为生活的小事 就很小的那种事也一样 还有就是玩游戏 那今天两位来这儿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呢 我是觉得他太幼稚不成熟 而且本来毕业也很迷茫 跟他在一起 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 男生今天来的目的是啥 我是想解决就是我自己觉得感情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跟他的矛盾争吵 每次因为他的无理寻闹 然后管着我玩游戏 就让我自己压力很大 就有点不知道这段感情 真的 所以不知道怎么来下一步的生活了 对吧 对 生活没重心了 对 喜欢他吗 他对我好的时候是我们俩的那种状态是真的已经很好 但是就在一起四年了还是有热年齐的那种感觉 但是吵架的时候真的有点受不了 受不了的时间多还是快乐的时间多 差不多我感觉 因为他吵架的四处的时间都感受我们好的时候的多了 因为在一起的时间本来就很少 对吧 对 听明白了 爱打游戏这个你绝对不能接受 对吧 能把游戏戒了吗 就能少打一点 但是你让我一次性戒掉 说实话也是个蛮困难的事 那为什么男朋友愿意去打游戏 而不愿意跟女生对话 因为游戏不烦对吧 女朋友是烦的 是吧 为什么男生会觉得女生是无理取闹 闹得道理又没有道理 其实还真不在道理不道理 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们在一起了 为什么一定要争一个你对我错 下一步道理应该怎么办 是你们今天带来的课题啊 让老师们帮你们去研究 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一个在校大学生 谈恋爱节俭一点 这没有错 但是这么喜欢游戏 这还真的要节制一点 男生你要明白 恋人之间 谁对谁错 真的不重要 学会退浪 其实是收获了一切 明白嘛 另外我也问你一个问题 她平时是不是就像妈妈一样的 是的 就老是管着我 就玩游戏这方面 和你妈妈有点像 妈妈可能还没有这么管你 对 这一点我能够理解你 因为你们异第三年 女生是把自己内心的安全感 全部转化成了对另一半强势的控制 另外 你也确实只想她努力 尤其她沉溺于游戏 所以你更会像妈妈一样的 去管着她 希望她去改变 但一个人让另外一个人改变 更多的是需要潜移默化 需要用情感去感染她 让你们的恋爱先轻松起来 在轻松当中用爱 去融化对方 不要婆婆妈妈的管她 越管她越逆反 越管她越玩游戏 而且还给她抓到你了 因为你给我的压力太大了 我要施压 其实你是为了自己过瘾 明白吗 你的男朋友是你失败的一个借口吧 你自己觉得应该考研 那你自己考就是了 为什么说 我跟她一起考研 她每天早上起来 就要去打游戏 我的意志力也没那么强 真的没那么强 她打她的游戏 你去你的图书馆啊 所以我考研失败了 都是受她的影响 这个时候我发现 你男朋友存在 对你有一个价值 就是好多属于你自己努力 自己去面对成或者败 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因为她都怪她 所以我那考试没过 所以我那个考研不顺利 她是激发你上进 她还是作为你一个不上进的借口 你自己考研就是了 你自己准备那个网课考试就是了 跟她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觉得她的存在还是有价值的 可以让您觉得没那么难看 主要是受她的不良影响 那你自己的上进在哪里呢 我为什么说让她跟我一起 是因为我想着我们以后走更好的路 是啊 所以你没考上啊 更好的路还在那儿 然后你终于有了一个借口 我没走上那条更好的路 是因为她 对吧 你们两个在一起 以后的人生 如果你们两个走得长远 以后的人生有好多特别严肃的选择 需要共同努力的 一起考研可能是第一个严肃的选择 在这件事情以前 我们无非就是在一起玩嘛 在一起争吵嘛 好 终于两个人有一个严肃的选择了 这是你们人生面对的第一件严肃的正事 要一起干 干的结果是这样 那以后你们的人生还敢想嘛 所以你们要考虑一下 对方可能用来谈恋爱 天天的嬉笑怒骂 笑的不是真开心 打起来不是真过瘾 但是以后要营造一个家庭 要一起为这个家庭添砖加把 有好多这样的正经事 对方适合还是不适合 你们真的要清醒一点了 然后您 这位男生 咱家也不算特富裕是吧 一个月一千五的生活费 但是我一看刚才您那个游戏 都是打到凌晨的 我的天哪 每个月一千五 你吃了用了不香嘛 买了复习资料不香嘛 每个月一千五 为了爱情 八百块钱先当路费了 对吧 也行 但是如果说仅此而已 我都能理解 但是您这天天打到凌晨 晖汗如雨的 我问一下您上进吗 还有另外一点 基本上您的女朋友 对您的不满意 都是她提的要求 您做不到 我要吃六十块钱以上的自助 你只能带我吃四十块钱的 她提了要求 她索取你没做到 对吧 然后你要按时跟我报备 然后她提了要求 您没做到 我要那个包包 你已经说 可以 那么这么着 我等她打折的时候给你买 她提了要求 没有及时给买到 您没做到 她的要求她在索取 我们要一起考研 然后这个时候 您没有做到 您是不是索取的多了点 有些是她对你进行管理 甚至叫控制 但是更多的是 她的积怨来自于 好多她对你的要求 她对你的索取 你没有做到 所以您二位 现在呢 刚刚大学毕业嘛 刚刚实习结束嘛 我认为 彼此之间 不要继续耽误下去了 各自都考虑一下 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 将来的伴侣 这个时候 你们两个适不适合走下去 这是我的意见 当下你们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毕业了 对不对 因为在你们的感情当中 丝毫看不到三个字 幸福感 没有 这方男生 其实蛮努力地 做到和你在一起 每个月拿出了 三分之二左右的 自己的生活费 来去和你相见 使劲地给营造一种浪漫 给你买花不行 然后呢 买包打折了还不行 等等等等 包括吃自助餐 你们就学生嘛 吃四五十块 六十块钱 以下自助餐 有何不可 现在你们就 使用状态 你要的那种 所谓你 你憧憬的情侣状态 不适合你现在 而男生 为什么如此沉迷于游戏呢 因为游戏很简单 会给它带来一种幸福感 在心理学上 有个叫浮流 就是当什么状态下 能进入浮流的一种感受呢 就是完全卸掉 自我的防御性 然后呢 进入到一种 不自知的环境 因为游戏很简单呀 目标很简单 你但凡过一关 就会给你各种的奖励 对不对 很有正向的激励呀 所以他喜欢这种状态 他忘记 他不需要防御 而你在生活当中 总是在给他攻击 挑战这不是那不是 他已经做到努力了 所以你还是不满足 他找不到幸福感 有很多在恋爱当中的人 尤其是男生 以前也喜欢玩游戏的 但恋爱之后 他在现实生活中 找到了这种幸福的感觉 他会慢慢地 从那个游戏那种幸福感 脱离到现实生活当中 但你们之间没有 四年的异底恋 基本上在一起时间是一年 你们的感情 对他来说没有吸引力呀 当然他就沉沦下去了 你们有共同目标吗 考一研究是共同目标吗 他想起一切方法 和你在一起 那时间你不珍惜呀 都是在应酬朋友啦 所以他曾经做到努力 你没有看到 你对现实生活又不满意 所以这是恶性循环呀 而掩了钱 最能够带来长久幸福的 就是你们的未来 毕业之后的事业呀 那是可以带给你们 长久自我成就价值的正事啊 如果现在在你情感当中 找不到幸福感 就在学习当中去找吧 就这样 我挺替你们的这个青春 觉得可惜的 良人的恋爱谈的 就是相当的没意思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也没有在当地城市 去逛逛展览啊 你们什么画展也不看 艺术展也不看 任何的都不看啊 我每次回长沙 我都会首先去看展览 郑州也有很多啊 你们 而我每次 我都是在各个的 这一种展厅里头 博物馆里头 或者是说交响乐厅里头 我看到年轻的孩子们的时候 我都特别开心 我觉得真棒 他们不是来网红打卡的 他们不是在那里摆pose的 他们戴着口罩 在那里认真听讲解的样子 真漂亮 我带着我的孩子们 走在这一群年轻人当中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我们上学的时候 有那么好的条件 能够到处的城市的跑 看完每一个城市的展览 可能我们的人生眼界 会更早地被打开吧 然后我看着他们 依偎在一起 手拉着手 一起盯着某一个瓶子 某一幅画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恋爱在这一刻 应该是高光时刻吧 可你们呢 你们没有携手 跑过一次图书馆 你们可能没有坐下来 一起看完一本书 你们可能连看电影的时候 也都没有挑过什么 像样子的电影吧 就什么爆米花 什么商业 你们看什么 什么不需要思考 你们干什么 你们两个人 就像是一对插身组合 属于那一类 在学校里 在班里头 两个都是懒惰鬼 互相抄作业 老师对你们都绝望了 把你们扔成同桌 把你们撂到最后一排 你们俩索性就这样抱团取暖 你们的大学四年 不就这样过的吗 小姑娘 你凭什么认为 你可以得到更高质量的生活 你只配四十块钱的自主餐啊 而你 你凭什么就是 可以这么穷地谈恋爱了 就挺有意思的 你大学四年 谈了四年恋爱 知道自己家条件不好 你还不兼职啊 好多厉害的大学生 大三的时候 自己都能够组一个小的 一个家教团队了 或者这样也不行的话 你的成绩 什么时候在你们学校里头 能够上过名次 你们班有谁 说起某某某的时候 说他那一科考得特别好 或者是说 你去学校打个篮球的时候 特别帅 做个演讲的时候 特别的风采宜人 你都没有啊 孩子要你在干嘛 你穷的不是你的钱包 你把时间都花在浪费上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磨时间 我把我的不成功推接于你 你把你自己 想好吃懒做的 这一些归结于他 你们两个人在一块 就真的是一对插声 互相举起手告诉老师 老师不是我插 是他影响了我 是我同桌爱说话 是我同桌让我玩 是我同桌给我闲书看 你们这一对插声 打算怎么办 人生是会毕业的 此刻 因为在大学的象牙塔里头 你们暂时能够相爱 但很快 你们插声不得不拆火 这个拆火就挺有意思的 虽然我说这个女孩 只值吃四十块钱的自助餐 但随着她 马上就要踏入社会了 她要工作了 她身边的小姐妹 不是吃四十块钱自助餐的 她会想跟他们一样 过那些日子 而也许她会比你走得快 丢丢 你就会顺利的被扔掉了 别再浪费你爸妈的钱了 你也别再浪费自己的生命了 我不说你浪费这女孩 反正你们两个人 就是自己自愿的 好好地珍惜自己的青春吧 小伙子 其他不说啥 我这听起来就是三票都投了 叫散场吧 你们已经耽误了四年 因为所谓的一段爱情 大概你们重新需要 重新审视一下 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青春的悸动 我们看到了对美好的追求 但是我们发现没有人愿意为此而努力 这么年轻 居然都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挺伤心的 我伤心了吗 你要给我买包包吗 包能治得了你的空虚吗 四年你都没给我买过玫瑰 玫瑰能填补 你们在精神上的空洞吗 我觉得都不太可能 所以没啥 分开 各自奔着生活 幸福的方向去 别再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在一起快四年了 我也很珍惜这段时光 但是本以为结束异地之后 那些没有安全感 那些矛盾都会消失 结果 在一起之后 发现我们之间的矛盾 越来越多了 你特别的越来越懒 越来越不上心 毕业了 我也很迷茫 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该怎么走 我也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去维系这段感情呢 我不是说不上进 只是你没有给我 我想要的舞台 明明我自己可以做得很好 你一定要管着我 导致我自己存在一些逆反心理 我觉得我自己能做得很好的 我也不是说 有些事情我不想做 我也有自己的目标 我想去自己 我想去跟你一起完成自己 我的目标 而不是说 你一直管着我 所以我希望你要更相信我 建立更相信我的环境 哎 这是一对摔锅侠 谢谢你们请回 请回 请回 来吧 预测一下结果 女生一直认为在拯救男生 现在需要拯救的是他们的恋情 我依然认为双出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两位都出来 我觉得双不出 双出 好 来 看结局 请开门 来 就是好多人会问啊 好多人会问说 为什么我吃不到一百元的自助 他却可以吃到一千元的自助 因为很简单 吃到一千元自助的人 都很努力 也很自律 克制 实际是爱情当中 一个非常优势的 最优秀的品质 来吧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谢谢两位请回 请亮灯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老师 愿意在一起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地反省这四年所耽误的时间 加油年轻人 加油年轻人 生活毕竟刚刚开启 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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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